大家好,这段时间,就最近差不多这两周时间 我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种服务调用的这个问题 之前已经说过是要模仿这个粪框架,实现这个RSOC Client之间这种调用 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定义接口,然后通过打包,或者通过反射的方式结合起来 然后之后我们直接去调这个接口就行了 至于具体的实现我们就不写了 就是类似这种,我们演示一下 把这个open account new window 呃,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代码,这是用来测试的代码 我找一下那个之前的代码 gate show history yeah show history 专门做并发测试的时候应该是有 应该是有代码的,我们看一下它最终写出来的代码 在这儿,看request 然后调用某一个接口root路由,然后这边是metadata 这边是要传一个bear token 那这个token value从哪拿呢 从上下轮里面就获取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比方说A要去调B 那从A的上下轮里面是可以得到这个token value的 对吧 你把这个token value传过就行了 但是有人会说这个token value万一拿不到呢 不用担心一定拿得到,为什么呢? 你看啊,在这边咱们kotlin krotens configure的话 在这儿 你看最终我们放入上下轮环境里面是啥呢 放出放进的是这个authentication 叫bear token authentication 这边有user,还有一个authentication 是不是把authentication又放进去了 所以这里面除了这个user对象以外 还有一个token 就是都在,都在 所以说你是可以拿到的 那拿到之后把它传进去就行了 然后这个data包括去创建这个参数 参数当然是前端传过来的 或者说你要往过传的时候传什么参数 对吧,这是接口上定义的 包括retrieve就是获取到它的防御值 是通过这个mono去获取的 另外await force的什么呀 这是suspen的 就是kotlin的和mono之间的这种 的映射关系吧 相当于这种写法 要不然的话使用mono你要取它的值 其实要使用那个叫subscribe subscribe那个换东西的话 就不是很方便测试啊 而且看起来也不是很好看 所以说使用suspen的方法 你可以看到我们集中的结果是这样的 好,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你现在能看到这种效果 那这一块代码呢 我们会通过反射的方式去把它实现 也就是接口我会定义好 有了接口定义之后 这段代码就相当于已经有了 也就是它的实现就相当于已经有了 我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去实现它 那问题就在于怎么去实现呢 那我们是呃,这边是实现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最终的目的了 对吧 已经知道目的,然后把这块 把这块代码它粘出来 这就是相当于我们最终的一个结果 这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 要做成这样 好,我把这个给关掉 我创新现在重新创建了一个新的项目 就是一个份就像 那这边我要怎么去做呢 在这边我们先做 先做简单的吧 先聊一些其他的一些概念 其实最终实现的时候啊 它的方式是先使用AOP AOP是怎么去做呢 AOP先去拦截 哎,你相应的接口 其实我们那些controller上面 不是有特定的注解吗 什么message呀 什么mapping呀 对吧,message mapping什么的 有那些注解 反正你随便找一个透出的方法 你能找到这些这些类 之后就去拦截这些所有的这些方法 你拦截到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切入正题了 你拦截到之后你想做什么 就是怎么做呢 就使用这个动态代理 把那个接口的实现 自己实现了就完了嘛 就这么简单 没有什么复杂的 那只有这个AOP 涉及到这些概念 有意思吗 其实没什么意思啊 你只需要了解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 去把这些方法拦截到 拦截到 它的这一堆的那种专业术语 就没什么用啊 我们说一下 看一下最终我们实现的话 怎么去做啊 这边已经把代码已经全都粘出来了 这代码呢 其实也没多复杂 现在我们就先定一个接口 先定一个接口 实现的都不需要实现 实现这个我们直接在测试的时候 就把它写好就完了 所以看清楚啊 这个接口只是定了一个接口 然后我们重点是看一下 如何去做实现测试 实现 那这一块呢 呃 正常情况下 其实这一堆信息 我应该是通过 呃 通过什么呀 通过 通过注解的方式去做 也可以 也可以这么去做 就是比方我配置一个bin 就是bin instance 返回这个user service 返回他 然后我就实现可以去调这个user service 这是一种方式啊 但是这个先先不管先不管 我们这 呃也可以也可以这样吧 我们 怎么说呢 先先这么写吧 先不用那个bin 那这边呢 我们看一下里面写的代码啊 这边要继承一个叫invocation handle 这invocation handle 是java的invocation handle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proxy 这也是java的java自带的那个包 java reflect 对吧 这都是反射 那java自带这种反射 他肯定不支持 呃 croteins啊 就是说刚才那个看到呢 什么source pin的那个 这种代码肯定是不支持的 对吧 所以这边其实还是有些挑战的 你除了了解什么aop啊 jdk动态在里啊 啊 还有什么 这包括我把我们这个bin注册进去 注册到Spring的上下纹里面去啊 哼 除了这些之外 你还要需要知道coating的一些croteins 但这些这些困难 嗯 就是因为有困难 所以搞了这么久嘛 因为我要去去补我的一些基础知识 对吧 包括coatingcroteins的一些细节 哼 包括croteins和反射相关的一些东西 但最终我们分享出来的东西就比较简单了 这边呢 是实现呢 我们就不都圈子了 直接去看他这块 最终要调的这个是你怎么去拿到这个service 对象呢 哎 是通过newproxyinstance去创建出来的 那创建第一个代代码 那这就不用管了 反正是一个加载器 类加载器 那这个类加载器具体是什么呢 就是你比方我们现在是什么 this class java class loader 其实你不用关系这个类加载器是什么 反正总之是在你当天项目里面 随便找一个class 拿到它的class loader就可以了 随便一个都可以啊 不是不见得说非要是当天这个类啊 没什么没有那个要求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我要通过一个类加载器 从上下入里面拿到一个类加载器 对吧 现在我要从这个我把我这个类 放入这个生成 在这个就是通过运行时的这个环境 生成这个对象啊 放入这个对象里面 就是就这个意思 就没什么复杂 第二个类型就需要特别注意了啊 这个是说你要创建哪一个对象的instance 这个我们放的是user service 这第三个参数是 你拿到这个user service之后 你如何去做处理一个handler 那handler之后我们就写了invocation handle 直接这是呃这是什么呀 这是courtney这种特殊写法吧 或者叫lamada表达式啊 这个else是不能省略的啊 是是这样我们这边 我看一下这个user service里面的实现 有两方法一个say hello一个others 这others我不打算不打算去做实现 那不在那是做实现 你也得这么去写 要不然会报错 为什么呢 嗯 其实是那个编译时候的一个问题啊 这个跟我们的代码没什么关系啊 真的没没什么真的没有关系 到时候反正这段这些这些和这种反射呀 这些相关的代码总会出现这种所谓的这种对吧 warnings 到时候要专门处理一下 不让他出这个warnings 这个我们代码没有错 就是我这个say hello的时候 我处理一下 其他的我不需要防御值我也不想处理 哎就必须得这么去写 好这个理解了吗 所以说instance是通过proxy newproxyinstance创建出来的 接下来就是handler handler是怎么去做的呢 handler handler什么 什么 method arguments 这些这个无所谓的 反正有没有都无所谓 对吧 我们现在结果只是一个定义 我们要做的只是就是相当于把这个返回 只是什么呢 是我们自己去做的实现 就这么就这么就这么一点 相当于就把这段代码 把这一段代码 卸一段啊 这段代码把它粘到 粘到哪啊 粘到这个grating这就可以了 这是那个方法的返回值吗 直接返回值就可以了 要记住啊 最后这一号代码就是这段代码的返回值 呃我不知道你理解什么意思吗 嗯 反正 反正 就是说这段代码最后会有一个防卫值 嗯 哦 等一下 您其实也可以这么写 好像不行 我的错啊 这个没有这种就是什么呀 三目运算服务这个没有啊 这个在coding中没有这个玩 所以必须得这么写 好那我们就反正这代码就写完了 也没什么复杂的 就反正通过这种手段啊 这种这种花招 或者说通过这种 这种代码结构 我们就把实现去写做好了 就是说我这个如果你是say hello的话 我就把这个grating返回给你 哎 返回给你就完了 然后你来做判断 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 返回值是grating 当然你也可以去调这个others啊 我认为它的返回值是unit 就是没有返回值 因为你这边什么也没做嘛 所以没有任何返回值 也就是说 呃 当我调say hello 我当我的message name 是say hello的时候 会返回一个字幕串 叫hello tom 但如果我的是调这个others这个方法 它会走到else这 那这个else这的话 那这个handler就没有任何返回值 所以我判断它的返回值是unit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测一下 看一下效果 这个文档也写在这了 后面还有一句说 how to continue suspend the function in a dynamic proxy in the same croutines 就是我在我的当前coating的上下文里面如何去通过反射 再去调另外一个方法 在这是下一个是事实力要做的事 你看invoke invoke method others 那当然我说有相互顺序对吧 我先调到others 然后调到say hello 调say hello的时候 invoke它 然后我们看它的反位值是什么呢 hello tom 这是通过日志做的 那日志呢就在我这边加的嘛 就是其实这就其实用来专门辅助测试的 好那这一小节就先到这 等一下我把这个代码文档就全都提交一份 提交一份我把它关掉 我现在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备份 comet so 对吧改了很多东西 但改的真不少 好这个是这个叫 a thing i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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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 jacket fin 好吧我们新建了一个project fin 另外呢我们还做了一件事是完成了一下那个 i open complete i open 那同样依然这个 呃 就是什么国际化 呃 依然是一个 还是一个概念性的一个阶段啊 还是一个概念性的一个阶段啊 并没有完善 那真正的完善的时候还要把日期啊 那些都加上才可以啊 但现在这个i open 就是language是已经拿到了 好那这一小节我们先到这 啊 大家看一下inject project fin complete i 所以说这个你重点就看一下这个git这边的提交记录啊 当你觉得啊这段代码我可能写的 呃 这个时间点的提交记录来就这儿 你可以直接 选中它 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项目还有代码 好 这个我们想这一小节先到这儿 确实是差不多将近有个20天的时间啊 中间断了20天 这 呃 呃 今天是 不是12号 到今天是个 今天是4月3月底了 将近两周 啊 没办法 好 那现在就像这样 stop